梁朝伟 一部是为狄龙配戏的人民英雄 围在饰演一个轻挑的小混混 一部是与发哥合作《辣手神探》 这三部电影中 演技最绝的是《辣手神探》的卧底江浪 前一秒还在迷人的微笑 下一秒就是雪花四溅 还有一幕 合作伙伴黄秋生让他除掉关海山饰演的海叔 面对这个对他照顾有家的恩人 他当然于心不忍 但又不能暴露卧底身份 不得不痛下杀手 于是便有了这个他背过轩眼情泪水 然后毅然开枪的经典桥段 配手 配手 还有一部 则是1989年 由谭嘉宁指导的 《杀手蝴蝶梦》 也是助梁朝伟夺奖之作 虽然他在本片中的表演 还有些稚嫩 但凭借扎实的表演功底 还是将其角色诠释的生动传神 影片讲述的是 一个人在江湖的爱情故事 同时还夹杂了一段 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 一对恋人 因为一桩突发事件而分离 再见面时 人是无非 王祖贤饰演的阿丽 为挽救被困的父亲 留在了香港 而钟正涛饰演的男友阿丽 则只身逃亡菲律宾定居 后来 这对朝思暮想的伴侣 又在香港重遇 但当年的恋人 已经成为了别人口中的黑道大嫂 而阿丽 也成为了一名职业杀手 当阿丽重新回到他身边时 阿丽那根心弦又被撩动 他渴望和阿丽远走高飞 但神爷的干预成为了他们重逢的最大阻碍 所谓杀手蝴蝶梦即套用了古典原著蝴蝶梦的故事 因此这一对恋人最终成为了流落江湖的亡命鸳鸯 虽然周振涛和王祖贤是当仁不让的男女一号 但梁朝伟饰演的黑帮马仔阿祥却极度抢戏 从某种程度来说 这个角色更讨喜 塑造的也更立体 维仔将有情有义 恩怨分明的备胎形象刻画了十分传神 譬如只用一个眼神就勾画出了他暗恋王祖贤 但又欲言又止的矛盾心境 当他听说神爷将下最后的追杀力 顶刻间惊恐的表情也处处失戏 无论是眼神动作都浑然一体 阿祥未成全这对鸳鸯双死双非 这个曾经唯唯诺诺的犹豫怯怯怯的角色 却鼓起了最后的勇气 对抗神爷的步下 临别之际的场景设计 可谓整部电影的点睛之笔 他给了阿丽最后一吻 一切千言万语都尽在不言中 与蝴蝶梦结局不同的是 认得江湖道义 就对本可以远走高飞的恋人 最后又毅然折返 与神爷展开最终决战 最后截身一人的阿祥 眼中充满着落寞和悲悯 顾名思义 片名加上了杀手二字 也表现出了主要角色身不由己的无奈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这部电影剧情虽然谈不上太出彩 但它被称为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重要作品之一 如果将它与邵氏早期电影刻板 拘泥于成规就立的制作方式比起来 的确有很多进步 譬如拍摄手法的西化 摄影镜头的考究 场面的精心调度等等 就连最后的决斗场景都充满了西部电影的味道 提到这部电影 导演谭嘉明是必然绕不开的 他是王家卫的老师 也是当年电影新浪潮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谭可谓才华横溢 他的作品同样有着高度的个人化风格 像爱沙 名剑 烈火青春和最后胜利 在视觉表现力上都极为多人眼球 王家卫的东斜西毒 阿非正传 杜琪峰的黑社会 都有谭嘉明全权操持剪辑工作 谭嘉明的美术布局功底 在这部杀手蝴蝶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譬如酒吧里的冷色 和王祖神的红裙形成鲜明的反差 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譬如绽放的白玫瑰和燃烧的红玫瑰 交相呼应 充满了对纯洁爱慕的激赏 和对这对苦命鸳鸯的同情 还有那些由广角镜头构建出的 如时空穿梭般的公路场景 走廊上迅速推移的长镜头 在保证了电影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 达到了商业和艺术性上的完美的均衡 这对王家卫影响很大 或许就是从这部电影开始 王家卫领略到了梁朝伟用眼神演戏的功力 因此他和梁朝伟合作的多部经典作品 都将重点放到了梁朝伟的眼神上